國民黨的2024人選懸額未決 這也讓呼聲很高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現在真的是很難表態 因為他如果只要一談到國政相關 講得太清楚的話 民進黨或者是綠營 就會開始群起圍攻了 所以侯友宜為了維持自己的聲量 不得不只淚表態也是走擦邊球 有人就說他現在根本就是被困在市長的牢籠裡面 但是侯友宜除了淚表態 還要怎麼維持自己的聲量 其實顧市政也要兼拼選舉 所以他只能遊走灰色地帶 來當北北基陶的共主 所以看到他常常拉著台北市長蔣灣 桃園市長張善政 或者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來談一些市政的願景跟議題 也就是先守住北台灣之後才能再往南闊 而他的對手賴清德可就不一樣了 賴清德現在是副總統 可以說是蔡總統的分身 又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所以他遊走國內外可以說是非常正常的 尤其他的地方組織信賴支友會 在10號的時候關西分會才成立 而12號也就是明天 民進黨中職會要正式提名 賴清德為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而預計在15號的時候 信賴支友會的台南分會 也會接連成立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帶你一手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